今年文旦佑产销其短 大陆市场境遇的冲启之下 产销艰困 不过瑞瑞香不少又能还是咬起牙关 自产自销宅配 从教职退休的朱阿宗 他栽种了一公顷多 将近有四万多斤的产量 短短一个星期全部都清仓卖完了 投过镜头来看看他的产销秘籍 产销第六班班长朱阿宗老师的餐库里 仅剩不到20箱的文旦佑 也将运销到新竹顾客手中 短短不到一星期的时间 朱阿宗老师的文旦佑全部售庆 陈其中来了以后 他是很赞我 吃了以后很好吃 所以我们有测过 13度到17度 这么甜度 后来他本人有跟你订 有跟我订 但是他是订一点 事实上瑞瑟香和刚文旦佑 不论产值品牌 豆汉台南麻豆并加齐驱 以往在中秋节前夕就全数卖光光 更是农民温丹有产季的日常 只是现在节气节庆 相隔仅三天 再加上中国大陆对台湾农产业犯政治化的因素 非常时期 还能够清仓相当不容易 在那么艰困的市场之下 还可以把它卖掉 这个要 我这里好在我还是有喷水了 有这个设备 有喷水设备 喷罐设备 有喷罐设备 所以比一般人要好一点 但是也不是很理想的一个年度 所以下午我这个都卖出去以后 就差不多清仓了 都差不多清仓了 虽然今年碰上了极端高温 干旱的天气 使得平均产量减少一两成 但是碰上文旦又产销的经困年 瑞瑞文旦又浓 仍努力致产自销宅配 从教职退休三十多年 产销班班长卓阿中老师 认真学习最新的栽培技术与田间管理 产值备受肯定 甚至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购买品尝 监管市场环境下还能够清仓授庆 班长卓阿中老师内心满是感激 希望今年中秋 消费大众都能吃得到瑞瑟一箱优质的文旦又 记者是玉兰瑞瑞瑟采访报道